那您现在呢就看到在我身旁呢就是人气非常高的这个这两年爆红的这个少年组合TF boys 你们好 能不能跟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呢 大家好 我们是TF boys 祝大家新年快乐 羊年 羊羊得意 我祝大家三羊开叹 祝大家喜喜羊羊 那我知道你们其实是就是你看好多人都是冲着你们来的 那这个春节了 那有什么想对你们的粉丝说的没有 就是说因为春节是和家人团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暖 不要感冒了 大家要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和家人好好的团圆吃团圆饭 真的很体贴啊 那你呢 希望大家在春节期间能注意安全 然后吃的胖胖的 睡的美美的 身体好好的 希望各位粉丝就是能和家人一起团聚 然后寒假好好玩 作业一定要做完 然后玩得开心就好 那我想再问问你们 听说你们学习成功都不错 那你们这样就是比如每天要排练 演出 会不会耽误学习呢 平常因为训练都会在寒假暑假的时候会集训 然后周六会训练 然后如果有些活动要参加 可能就会上学校请假什么的 然后回学校之后再补吧 那我知道其实你们有两位是重庆人 还有一个是湖南人 对不对 那你们就是像今年的春节会在北京或还是回到这个老家过呢 应该是回老家过 听起来 我也是回老家 回老家过 回老家过 那在老家过会包饺子吗 还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这种情绪没有 就是包饺子 然后是我们当地的菜 当地会过节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 我老家呢就会大家一家子坐着 然后自己就是包饺子 然后也会也会自己包汤圆 然后还会还会就是那种 是一般就是吃 自己会包汤圆 对 会包汤圆 然后一家人就是吃一起自家人做的菜 不会到外面去吃别人的菜 就很很热闹 只在一起 那你呢 就是今年会回家过 是吗 对 就是和家人团聚嘛 就是因为平时学习工作就稍微有点忙 所以可能就没太多时间团聚 就团聚了 然后我就可能主要负责吃吧 那你们我想问你们平时要进入这个魔鬼训练吗 会 就寒暑假会有集训就差不多是魔鬼训练 就每天都要在那个在练习 是吗 对 就是从差不多要多少时间呢 应该会 十几个小时吗 十个小时 十一 十二个小时 十一 十二个小时 每年要有两次集训是吗 对 对 哦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